拍攝 嘩... 正覆時間 12點0 講完10月4號 我玩BF-5 它出了一種新地圖叫地下行動 地下行動跟BF3、BF4的地下行動一樣 不,是類似 地下行動首先 A點和C點的地方都是在上面 B點就是地底罩裡面 就是過口破了,衝進地底罩 殺人 我也覺得蠻好玩的 接著說 現在傳出政府用緊急法 就是差不多動議緊急法去禁止示威者蒙面 就是要推動這個蒙面法 後來我可能心想 如果政府推行緊急法 就是這個蒙面法 我不知道會不會引起這些衝突 但是我看新聞會說公民黨那幫人說 剝削一些人的自由 剝削一些人蒙面的自由 但是我可能不知道是不是 我猜應該 又是一大群人 當他說緊急法推行 又是示威機被政府放棄 好像台灣條例那樣 現在都不再說了 甚至現在說多了一個訴求 他要解散 已經都黑不容緩 即是叫六大訴求 他一不可 然後說今天 10月4日 有全民下口罩日 既然之剛剛一打回來 太古城都聚集 然後破壞太古站設施 所以首先屯門 輕鐵 751 610 614 61505 那些線全部暫停 然後太古站關閉 牛頭角站關閉 然後防務警察 施放催涼彈驅散 並製捕幾個人 然後他說 連警方都推行內部指引 就說 日後 他說如果警員身 警務人員受到 嚴重傷害 即是受到嘔打 引致身體可能受到嚴重傷害 或者預期受到嚴重傷害 就會用致命武器 就是用實彈 那些警察 即是如果 你回到十一號那天 荃灣大鵝島那裏 有幾個小子 打警察 接著 他說 心理所安全的下 才會用 實彈射中 18歲的中學生 所以說 如果聽到之後 每個人都很討厭警察 每個人都知道 就是警察 但是如果 射中的話 每個人都知道 警察 就說警權過大 就說警察 濫用武力 然後 可能又是引起新的爭議 開玩笑 是 星期一從仰 星期五就交職禮 對於我來說就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的一種 但是星期二、星期三是很問水的 不是不是不是 應該說很趕事 因為都可以說很多事情要做 因為都 星期二補貨 星期四又要補貨 但是補貨都 我是不會怨的 因為補貨這家東西真的 很誇張 我今天補了數學 補了兩個小時 我真是第一次試 我真是第一次跑步 真的 對了 我聽到 我跟那個關注組說 明天說約定你 吃完飯之後 第八、第九節 即是 吃完飯之後上完那一堂之後 第八、第九節去罷貨 但是罷貨 我記得我們吃完飯之後那一堂是要測驗的 但是罷貨 那基本上罷貨是沒有人阻礙你 是老師都阻礙不了 因為你有自由 就是說你罷貨 就這麼罷 但是我真的心想 為什麼 對於罷貨這些東西 那個人就很開心 因為他們可以不用上課 但是 但是 但是我覺得應該有些人是借著罷貨去 即是不上課 我真的是這樣想 其實 我發現他有些人真的這樣想 唉 即是他說什麼 10月後那個警察實彈射中 即是射中而差點死 突然之外 那個人就 受傷那個人 也都被監控襲警暴動罪 所以現在個個都很生氣 就說警察實彈射殺人 跟黑社會不會分別 那但是 如果你這樣看局勢 香港只會繼續亂下去 即是說 我 我好像覺得 林鄭她說什麼 止暴制亂好像有點不通 現在已經是止不了暴 因為你看到那些事 那些暴力是 吹激烈 所以說現在 現在 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想香港 回復平靜的 我想真的 no way 真的 no way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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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田北辰說話也對 他說什麼 現在有些人 不會就著五大訴求去表達 他們已經是 就是說 那批暴力的人 是不會有訴求的 他們是 跟著自己的選擇去行事